要吃牛排自己煎 在老闆浩哥指導下 議長同志位化身主廚 嘗試人生中第一次煎牛排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幸好有老闆在旁邊相挺 果然煎出店家招牌牛排 名為烤一些牛肉這道菜 色香味獲得老闆認證 烤一些牛肉完成了 這家位在暖暖巷弄裡面 佈置上既溫馨又文青的 複合式餐廳 除了燈光加氣氛好 餐點更是好吃 也成為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口袋名單中 推薦必吃的餐廳之一 童子偉力邀住在台北的 行男好友吳針 到這家餐廳品嘗軟軟美食 更傷請老闆浩哥 當場指導兩個人 如何做出店裡面的招牌餐點 充當一日主廚 本身就有料理底子的吳針 不同於議長童子偉的緊張 在老闆陪同下 輕鬆就做出另外一道招牌餐點 白酒蛤蜊義大利麵 在去外面餐廳吃飯 都沒有我爸做的好吃 還是比較喜歡吃 自己做自己吃 感情更好也更美味 剛好遇到吳針 就一直想邀請他來我們基隆走走看看 因為我們基隆是一個美食之都 有一些很舒服特別的地方 那希望台北的角度也來看看我們基隆 看看有沒有這個機會讓他來 就今天他真的終於來了 我們很開心可以邀請他一起來 我們這個暖暖的 暖暖的就是暖暖的 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餐廳 就很舒服在我們暖暖地區 是一個非常知名 然後非常很多人都願意 就假日的時候都會來這邊 晚上的時候也放鬆的一個好地方 例如說去廟口夜市 這個大家都很有名 大家都有去吃過 可是像這種巷子裡 哇特別的 這個今天我們吃義式料理 白酒隔離義大利麵 這個是之前都自己沒辦法發現的 所以我今天一看 哇這個議長邀約我來吃好吃的 啊當然要來 所以剛剛來進 我們進這個暖暖的這家店 覺得說這邊氛圍其實很舒服 大家知道我們有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上班族嘛 那下班就會覺得很累 這個壓力想要抒發一下 就要找一個適合這種秋點的地方 吃個美食這樣 晚上休息一下 所以我剛進來覺得 哇這邊氛圍太舒服了 那食物也非常 光是看這個 怎麼講 這個邁向就讓人覺得食指大動 所以我覺得這樣我就知道了 之後來基隆找朋友找議長 就知道說一定要來這種在地好吃的 才是沒有白走一招的 老闆浩哥林盛浩多年前 曾經在中正區正兵漁港彩虹屋對面 開了一家相當有名氣 河豚很多的餐廳 但是為了就近照顧陪伴家人 餐廳頂浪後 五年前回到暖暖開的這家複合式餐廳 希望讓暖暖的鄰居們可以品嘗到美味餐點 今天就是回到我自己生長的地方 然後再照顧小朋友也很方便 因為就住在這裡嘛 然後小朋友也在這邊上課 所以就把自己工作的地方搬回來暖暖這個地 在自己家裡附近開一間很休閒很放鬆的這種居家料理 那這邊的住戶下班走路就可以來這邊吃飯 很像來到我家被我邀請來吃飯的感覺 一頓忙碌下來三個人反而一見如故 舉杯慶祝一日主廚的成功 在工作之餘難得一起放輕鬆 享受暖暖的美食 力推這家巷弄內的暖暖美食餐廳 歡迎大家來品嘗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